巴勒斯坦人民向被以色列杀害的半岛电视台女记者致敬 周氏在约旦和西岸的拉玛拉 数千人向周三头部中弹的半岛电视台记者 Sherine Abdul-Apleb表示哀悼 这位巴勒斯坦一美国记者在捷宁执行任务时被杀 据目记者和他的雇主说 他是被以色列军队射杀的 悼念于是在巴勒斯坦总统府举行 他是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织的 有许多人在巴勒斯坦总统府向Sherine Abdul-Apleb致敬 巴勒斯坦官员包括总统 他的部长们、省长们和外交们在一边 亲属、同事、家人在另外一边 在列日下 在巴勒斯坦国籍覆盖的Sherine Abdul-Apleb的棺材被抬到现场 人们可以听到他亲戚们在哭泣 然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勒斯发言 他在讲话中说 以色列对Sherine Abdul-Apleb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 他说他不相信以色列人的调查 他说我们将直接要求国际刑事法庭追捕罪犯 他说半岛电视台记者Sherine Abdul-Apleb是巴勒斯坦练尸和耶路撒冷烈士 他说他在这里